贝蒂戴维斯 十分喜爱戏剧 甚至幻想以后要当一名出色的演员 当贝蒂从酷星戏剧学校毕业 母亲将其送进琴玛丽安达逊戏剧学院深造 贝蒂出道考莱坞时 并不顺利 有人嘲笑他 讥讽他 坚强的他并没有屈服 而是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 1931年 贝蒂在幻写命一片的卓越演技 轰动美国影坛 一跃成为好莱坞的新星 现在来一组贝蒂戴维斯罕见的老照片 一起见证这位美艳的家人 贝蒂戴维斯拥有角色的美貌和精湛的演技 引起制片商的清感 他们在短期内纷纷和贝蒂签订拍片合同 对于贝蒂来说 行借自己的艺术才华和超群的演技轰动影坛 是其终身的志愿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77年 贝蒂获美国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肯定 1986年 获法国第十一届凯撒荣誉奖 1980年 贝蒂参与并成立好莱坞餐厅 被美国国防部授与杰出公民荣誉勋章 1989年10月6日 贝蒂因患入乳腺A 而病失于英国纳衣 1998年 美国电影学会评选出25位成就最高的电影女星 贝蒂戴维斯凭借自己在全球范围的极大影响力 占据第二名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